拉拉队AI女神李朱云遭报离开经纪公司 棒球、篮球、排球都不见她名字了 凭借魔性招牌三阵五爆红韩国、台湾两地的 南韩超人气拉拉队星星李朱云 前阵子传出有台湾球团拉拉队要签下她 不过消息都未被证实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近期李朱云所属的球队齐牙虎打进韩国大赛 但拉拉队名单中却不见李朱云名字 使传闻再度成为话题 大批网友纷纷猜测可能已经跳槽 李朱云所属的韩国职棒KBO齐牙虎 日前成功挺进韩国大赛将队上强敌三星师 不过如此重要的比赛有网友发现 在拉拉队名单中却不见李朱云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发现 李朱云所属的经济公司Apex 承报的排球足球拉拉队也都没有李朱云 另外借好奇是不是已经离开了真的缓冬家 种种线索立刻掀起大批网友讨论 事实上李朱云自从9月初就因为身体为样关系没有排斑 近期更被网友们发现他的IG简介 已经悄悄拿掉经济公司的缘结 就连平常的班表行程都没在更新 上一次的公开露面则是他代言行李箱的广告 此后就在也没有任何消息整整消失一个多月 事件曝光后就有网友忍不住在Rex上直言 跳槽的可能性大增 但未来会不会来台发展还不一定 认为李朱云应该会先找好经济公司 再做未来安排 底下留言大家纷纷讨论 到底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幻想李朱云来台湾 也有网友斥责这种说法 认为李朱云很可能只是身体不舒服想休息 现在讨论是否跳槽来台湾为时尚早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订阅支持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